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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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杀他 求你不要杀他 伍群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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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祖列宗在上 请保佑木龙正德 率领全家子弟 为惨死的八个女婿报仇 并率领八大家族 颤出怡化故 为我临出海 爹 这是慕容家代代相传的全家宝物 爹现在毕竟老了 以爹现在的体力 恐怕也不是那两个女魔头的对手 扶下这千年兵破 会令爹功力倍增 可是爹 用这千年兵破来提升内力 你发完功以后 可能会过分虚弱 功力进食 虚拓而死啊 是啊爹 可是为了保卫木龙山庄和整个武林 虚拓而死也是在所不邪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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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慕容正德 这是我们夷花宫 为你跟你夫人准备的 慕容世家 从今以后就要转移阵地 到英曹地府里称王作罢吧 要无悦 慕容正德早就准备好与你们夷花宫 决一死战了 今天不是你夷花宫死 就是我慕容正德王 你还以为你们八大家族会来助阵吗 他们已经在山下全军覆没了 好狠毒 好 老夫今天就拿这条老命跟你拼了 不追 今日能跟你一会 老夫此生武功没有白练 哼 爹 老爷 爹 老爷 爹 老爷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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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姑 赵忠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我慕容正德 一定会跟慕容山庄共同网 老爷 武轩 我慕容正德 武轩 怎么样啊 他的内伤不算太严重 可是因为头部受了撞击 你知道这种事情可大可小 我们现在只能够希望他尽快醒过来 舅妹 你一定会没事的 星星啊 我运工帮他疗伤 不不不 我想将别赫 一定马上追杀到这里来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先找个隐秘的地方 再慢慢疗伤 姐姐 你受伤不清 我从来没受过这么重的伤 武轩 江小瑜他没死吧 他没事 但是我跟江小瑜都受了伤 不是江别赫的对手 不过幸好最后我们都逃脱了 一花公的弟子 竟然打不过替一花公跑腿的一条狗 原来江别赫是帮一花公做事的 他能够由当初一个小书童变成江南大侠 全是因为一花公在背后扶植他 果然如江小瑜所说 他们两个根本就是个卫君子 江小瑜推测的没错 江别赫父子俩 下毒毒死慕容家的八个女婿 然后嫁祸于我 故意令慕容山庄跟一花公成仇 原来是这样 他还回来对我们说 说慕容家要挑衅一花公 把你抓了当人质 这一切都是江别赫父子俩在搞鬼 他们在慕容山庄上 也曾经出手想杀我 江别赫父子背叛一花公 我一定要把他们千刀万挂 大姑姑 你怎么了 姐姐 我想你要静观疗伤一段时间 一花公的事情 就暂时交由你打理 姐姐 你放心吧 有我跟吴缺在 吴缺 你陪我静观疗伤好了 我不会让你趁我受伤 偷偷带走铁心蓝蛋 我并没有这样想过 九妹 九妹 你们是谁 我在哪里 九妹 你怎么了 谁是九妹啊 九姑娘 你自己是谁 你都不知道吗 会不会是她头撞伤 所以失去记忆啊 还有可能啊 你们在说些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我都听不懂 我受伤了 你们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九妹 你别问那么多 放心好了 没事的 等你的伤好了 你就能恢复记忆 什么都想起来了 别担心啊 别担心啊 你 冲姑娘 你怎么了 来 我扶你 小心点 都是我不好 你伤得那么重 我不该扔下你一个人的 对了 你为什么要起来呢 我口渴 想喝点水 所以 让我来倒 来 小心烫着 谢谢 对了 江公子 物学少爷他安全吗 你不用担心 夷花公两位公主 已经去慕容山庄 把花公子救出来 我相信他们已经回夷花公去了 真的吗 两位公主亲自出马 那夷花公跟慕容山庄 一定发生了恶斗了 是的 的确是发生了恶斗 慕容山庄 整个慕容山庄 被夷花公铲平了 慕容庄主 一家人都死在两个女魔鬼手上 对不起 我说错话了 你没有说错 你花公已经走火入魔了 我看得出来 你是个很善良的女孩子 就看你奋不顾身地去救花公子 我就知道了 尽管你做过很多坏事 我肯定不是处于自愿的 你是身不由己吗 谢谢你 没有看不起我 人之初 性本善 每一个人 都像清水一样 如果你不幸地 生活在沟渠里 就会被污染 变得肮脏 如果你幸运地 生活在清晰里 那就会被净化 变得清澈 这个是命 对了 妖月公主 虽然打败了慕容庄主 但是 她自己也受伤不轻 真的 大公主 从来没有失败过 人 总不能永远不失败吧 更何况 是作恶多端的人 你以后 有什么打算的 还要回夷花公吗 不能回去了 我没有尽到 保护少爷的责任 就算回去了 大公主也是会杀了我 那就千万别回去了 可是 我从小就在 仪花公长大 仪花公就是我的家 我不回去仪花公 我又能去哪呢 平姑娘 如果不嫌弃的话 我愿意照顾你 这怎么可以呢 平姑娘 你千万别误会 我绝非趁人之为 我只是把你看作是朋友 朋友有待 我是该帮忙的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玉郎绝不勉强 你就当我没说好了 我不是不愿意 只是 江公子跟我非亲非故 我又怎么好拖累你呢 平姑娘 你这样讲 就是不把玉郎当朋友 我真的很失望 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真的不是 如果不是嫌弃的话 那就让我尽朋友之仪吧 江公子对平姑的恩 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是恩莫忘报 这是家父从小对我的教训 你还是先休息吧 我明天一早会再来看你 晚安 晚安 从来都没有人 这么信心照顾我 关心我 大波哥 你怎么了 我来帮你疗伤 小姑姑 你要做什么 连心 你想干什么 你要造反啊 姐姐 对不起 我还是决定 要放走无垂根铁心兰 小姑姑 我 我不能走啊 现在这个机会很难得 此时不走 更难何时 快走 连心 你够胆放他们走 我一定杀了你 小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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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带小兰走而连累你啊 你还婆婆妈妈做什么 你不想见铁心来了吗 难道你要她死在这里吗 快走 大锁打开 大锁打开 小兰 小兰 吴全 你们可以下去了 是 小兰 我们终于再见面了 吴全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 我好想你 好想你 你们快走吧 你 大姑姑受了重伤 小姑姑点了她的穴道 要让我们逃出夷花宫 远走高飞 可是 连心公主 你不是说 要我死吗 那是骗你的 我只是想试一试 你对无缺的感情 知道你们相爱如此地深 我决定无论如何要成全你们 你们快走吧 小姑姑 你放走我跟小莱 如何向大姑姑交代呢 你不用担心 我会跟她解释 解释 大姑姑的脾气怎么会听你解释的 我怕她会 怕她会杀了我 我们两个从小就相依为命 谁也少不了谁 她不会杀我的 放心吧 你们快走 小姑姑 我打不动 多diret 你怎么会 打不动 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 小姑姑 可能以后再也看不到你了 你要多保重 我会的 小姑姑 你也要好好保重 我会的 小姑姑 你也要好好保重 吴缺 希望你会比你爹幸运 我把吴缺和铁心来都放走了 宫里的宫女 也都被我遣走了 我 这里只剩下你 我 和这座宫殿 你这么做 你对得起我吗 你杀了我吧 我不会怨你的 姐姐 姐姐 你不能死啊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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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 很严重 但是工具可以走了 ". 可得去的 不是毁在夷花宫手上吗 夷花宫不过是我们的一颗棋子而已 月朗 你真是有奶腹之风啊 这天下很快地就落在咱们父子俩的手上了 等到我们天下无敌的时候 爹 您就是我唯一的敌人了 月朗 你将来一定要超越爹 把爹也打败 天下间做父亲的 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比自己更出色 这就叫一代新人换旧人 可是 夷花宫还存在 咱们这招御棒相争 渔翁得利 好像没有完全成功 放心吧 妖月现在已深受重伤 她跟连星两个就好像两条手臂断了一条 不过 力量大减 而花物却被迫要取慕容酒 一定会对两个女魔头怀恨 对夷花宫生出异心 夷花宫的力量已经大不如前了 咱们就趁他们垂围的时候 再加一刀 还怕他们不死吗 别忘记 我们还有一颗很重要的棋子 那个平姑 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你应付得来吧 爹 您忘记了吗 对不年轻漂亮 又对男人没经验的女人 玉郎最乐意的 我倒是想早一点把江小鱼了结掉 对 虽然那个小杂种 不会有多大本事足以威胁咱们 但是 我还是要把她碎尸挽断 才能消心头之恨 她跟黑蜘蛛 张晶 还有慕容酒 逃离了慕容世家 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 九妹 你还记不记得为了要逃婚 你炸死骗你爹 你记不记得你放火烧我 然后呢 我又半鬼吓你 小月 九姑娘 那你记不记得 有一个人常跟在你背后 但是你也很讨厌她 每次见到她都想骂她 就是我 她 小月 东鬼 好看什么东西啊 你肚子先给你吃吧 哇 好 除了烧饼就是馒头 这些日子都是这些东西 我不要吃了 这 我们在逃难呢 你就不要挑剔了嘛 对呀 你将就着吃一点吧 九姑娘 我们现在是在逃难难 这 这个 九姑娘 咱们在这儿不知道躲到什么时候 身上的钱又不多 不能大吃大喝 吃一点吗 人家这是不饿嘛 九姑娘 你不饿就别吃 吃多了 胃会痛 那你的给我吃好了 不准你欺负她 你忘记她已经是怎么 怎么怎么害我的 我差点两次死在她手上 但是趁现在她失去记忆 好好欺负她一下 这个烧饼啊 跟以前都不一样 真的好像很好吃 真的 好像真的很好吃 你吃 看来这只猪 从来没看她那么有趣过 这只痴情蜘蛛 为了九妹啊 她死都愿意 好吃 看来我也应该找个情人谈谈恋爱啊 你要找个情人啊 我看你啊 早晚把她输掉 味道不错 臭小子 喂 摇我 慕容世家跟八大家族 竟然会在一夜之间垮掉 哎 现在江湖上一片风声鹤裂 大家都很怕夷花工的人会出来 瑶原的女魔头受了重伤 我想暂时不会出来闹事 最担心的是江碧鹤那对乌龟父子 慕容世家和夷花工都两败俱伤 我怕他们趁时而起 江碧鹤 真是个阴险的乌龟王八蛋 花武雀汉铁兴兰 不晓得现在怎么样了 无缺 我们终于远远地离开夷花工了 以后就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我们要去哪里好呢 去哪里都好 只要有你在 去哪里都好 只要有你在 嗯 这一把 还要去哪里 像这一把 那里都好 那里都好 像这一把 那里都好 我说一把 真的好 我说 我说我说 这把 你不是 我说你 我说我说 你不是 你不是 在这把 一把 你不是 那你不是 我说你 客官请慢用啊 吴缺 从小到大 你吃的 用的 住的 穿的 都是最好的 像这种粗菜不移的生活 真是太委屈你了 我们这种逃亡的日子 还不知道要经过多久 钱还是省着点用 何况我 已经不是以前的吴缺公子了 我要好好努力学习 这种新的生活 那不是太委屈你了吗 你会不会后悔 跟我过这样的生活 怎么会呢 能够自由自在地 跟自己心爱的人一起过日子 我从来没有如此幸福快乐过 小兰 有件事我想我应该要跟你坦白 什么事 你说 自从我送慕容酒回慕容山庄 发生了一件 我很不乐意发生的事 什么事啊 我 我 我 你说 大姑姑原本逼我要跟慕容酒成亲 借此她可以并吞慕容家族 可是我一直反对 后来 后来她为了逼我就范 就叫平姑在我的茶里 下了催情药 我喝了那个茶 就 就怎么样 小兰 对不起 我跟慕容酒 你说 你跟慕容酒 不 不可能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小兰 是真的 我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你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我情愿你骗我 我这辈子舍不得不知道 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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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梦 幸好是梦 不是梦 我 是梦 是梦 在梦 在梦 晚安 在梦 在梦 里 acept 是梦 我是应该要告诉他 还是要瞒着他好了 如果跟他说了 他能够接受得了吗 他的心里 会不会永远有根刺 他是老夫的侄子 叫江小瑜 二十岁 老夫很担心他的安全 还请各位多多帮忙 江大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我们一定全力帮你找到他的 是 谢谢 谢谢 九姑娘 你要去哪里 我在山洞里面快要憋死了 我要出去透透气 不可以乱跑 外面很危险 你干嘛拉着我啊 九妹 我们的伤还没好 不能随便出去的 再说仇人可能正在找我们 你再忍耐一下 等我们的伤好了再离开 好不好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 而且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们 我干嘛要听你们的话呢 九姑娘 小月 你放心好了 我只点了她的睡屑 让她睡一觉就没事了 九妹这么任性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交给你了 我想我跟小金到附近采吸野果 好吧 九姑娘 看到您这个样子 我真的很不忍心 希望你快点好起来 买点好吃的回去这些 好极了 有赌局 来来来来 各人 练书的 有赌局 有赌局 无赌机 忍受控煮 为什么要皇上 这么快 Know ader 幸运 一些产生 野人 好死 visually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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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怎么开 怎么开了 看地匕首 大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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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家赢了 庄家赢了 这个玩意儿难得了谁呀 好大的口气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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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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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啊 好大 嘿 这个老师好大的手笔呀 好大的手笔呀 好大的手笔 好 开 开开开 大 大 赔钱 无连大 大 赔大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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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钱 没钱 好好好 太好了 不赌了 不赌了 没钱了 输光了 输光了 留下来 继续赌吧 赌博是整张瑜伽的 没钱了 怎么赌啊 银两都没了 怎么赔啊 没钱啊 我给你 赌 没事 大家开心嘛 这就真的还是假的 大家开心 来来来 赌赌赌 继续赌 真的 赌 那不客气 来下注啊 来下注 来来来来 过来继续 来来来 继续啊 下来 下来 来来来 继续啊 平姑娘 慢点走 到外面走动一下 会康复得更快 江公子 真是谢谢你 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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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继续啊 来来来 继续啊 大 大 大 那不是恶毒鬼 轩辕三光吗 他对江小鱼这么好 有没有可能知道他的下务呢 再来来来 江公子 你在想什么 我是觉得这里人太多了 我们到别处走走 那麻烦你了 下大 这回大一定赢 上下下 买定的手买定的手 好好好 快开了啊 大 大 糟了 九姑娘走了 她不是被点穴了吗 我怕那穴道被点了太久 所以帮她解开 没想到她反而点了我的穴道 就跑了 我也是刚刚自己冲上穴道 走出来 想不到这小蝎子 失去记忆还这么厉害 三光呢 她出去一整天还没回来 我看她躲饮饭了 一定躲个天昏地暗 不要说了 我们分头找九姑娘 糟糕的是 天黑了很难找啊 不管现在怎么样 我想我们天亮之前 现在回到这里来 走吧 来来来来 再来猜猜看 哪一夜是张生 哪一夜是鹰鹰 哪一夜是梅婆啊 猜呀 大侠 我求求你我不想赌了 天都快亮了 让我们回家睡觉吧 睡睡睡睡女头啊 这些钱 你不要赢回去了 是不是 不要不要不要 你刚说这是最后一把了 怎么出二反二人的 这这这这 这是最后一把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别走啊 赌啊 你们不喜欢赌西匠记 可以剪刀石头铺吗 添酒也可以 添酒啊 去你妈个蛋 人都走光了 谁来陪我过赌饮呢 轩原老兄 我来陪你赌吧 江别赫 想不到在这里 又碰到轩原先生了 怎么真是有缘呢 轩原前辈您好啊 江别赫 我要替小鱼儿报仇 哎 轩原先生 这是什么意思 老夫不明白 哼 你少招了算 小鱼儿已经把你全部的事情告诉我了 我要不替小鱼儿报仇 我就不叫轩原三光 你不不替小鱼儿ку 好好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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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郎 爹做人呐 向来秉持一个原则 多一个敌人不如多一个朋友 我是不忍心看到江小瑜被移花工的人利用 将来必然 不会有好的下场 是吧 好 宣言先生 我和小儿就先回楼上去了 到此 他们所讲的是真的吗 小玉儿真的误会他们了吗 我要回去弄个亲客 小玉儿她不是说过 姜别鹤很可能正在追杀她 姜别鹤会不会想跟踪我 找到姜小玉 我要小心一点 爹 要跟踪她吗 当然要跟 以我的轻功 她再小心也无法发现我跟着她 你稍后跟上来 一路上我会留下记号 姜小玉肯定是跟她在一起 这次她是四定了 怎么人都不见了 怎么人都不见了 出来吃东西喽 三光 你终于回来了 小玉女 你跑哪儿去了 我去找九妹啊 她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你有没有看到小玉儿跟小黑啊 我刚回来也没看到她们啊 那算了 不管找不找得到 我们已经约好了 天亮在这里会合 来 来吃点东西吧 张碧鹤 你跟踪我 趁他们还没回来之前 我先解决你们两个吧 大夫 大官 狗鬼 快先来抓我 三光 你上得怎么样 江小玉站住 你上去吧 江小鱼 你还往哪里跑 好 爹 别让他死得这么容易 折磨他 别让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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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上了你 爱上了你 早预言了分离 决定了悲剧 上天给了我多少时间 全都给你我忘了我自己 赶在生命里 有限的时间里 就让这一刻停在这里 只要为你载火一点我愿意 不管明天就算有更坏的消息 只要为你载火一点我的心 我的心 就会满意